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軍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台灣的酒吧新聞台 你現在收點的是非要不可 讓你非要不可的 劉軍耀受要要 禮拜五大捕頭 上個禮拜咧 咱們講到汐止山區的一個鬼屋 那這個鬼屋也是空 空在那裡 三個姐妹 兄弟姐妹跑進去 鬼屋裡面探險 探了險之後回去 小妹妹不對勁了 逢人就咬 爸爸咬媽媽咬警察來他也咬 幾乎快把警察的手 手指頭都快咬斷了 好 那結果呢 送到醫院去之後呢 這個 好 看起來不曉得應該怎麼處理 法師出現 求助 這個法師 法師呢 你看呢 就覺得 這個問題 好 去哪邊 你們到底去哪邊呢 去惹了不該惹的東西 結果呢 兄姐姐呢 就講說 我們呢 去鬼屋探險 鬼屋探險 那個鬼屋 那一去呢 鬼屋果然是空屋 空屋呢 好不容易透過民意代表呢 跟警方呢 結果終於呢 聯繫到這個屋主 結果呢 屋主也來了 屋主來了之後呢 上個禮拜大概就講到這裡 來了之後 屋主說了 我們家本來和樂 很好 我們住在這裡呢 因為呢 汐止這個山 住在這裡 最大的好處就是呢 沒事啊 旁邊呢 就有這些呢 山可以走 有山間的小徑啊 很多的這個 健行的步道啦 都可以走 所以 他呢 帶著呢 他的太太跟丈母娘 這三個人呢 就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呢 平常 幾乎啦 沒事 他們就是呢 一家人呢 就 只要他不用上班 六日呢 他就呢 陪著呢 帶著丈母娘 太太呢 就去爬山 健行 平常呢 丈母娘呢 比較沒事嘛 也會跟 就他的太太呢 就在附近呢 走一走 所以他住在這邊呢 其實是很快樂的 可是 有一天 有一天呢 他們三個人呢 到了 這個 比較 沒有常走的這個 山間的小小路啊 健行的步道啦 去走 走來回來 那一天的晚上 丈母娘呢 就奇怪了 回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很 很累 然後呢 意識有一點 還有一點的 昏昏沉沉的這樣子 就 想睡覺了 就躺著 可是呢 躺著的時候 那應該是累了吧 那累的可能 說不定還是 還中暑也不一定 太陽太大了還是什麼 可是呢 那一天的晚上 睡到三天半夜 女兒呢 起來 上廁所 一看媽媽的房門 怎麼是開的 開了一看 媽媽竟然不見了 媽媽去哪裡呢 不曉得 而且他一看 哇 門也是開的 媽媽出門之後呢 連大門呢 都沒鎖 就走了 媽媽走了 哇 那這架子 趕快 還沒等天亮 就把老公叫醒說 媽媽不見了 是離家出走嗎 不會吧 媽媽東西都在啊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離家出走的理由跟原因嘛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媽媽突然間都不見了呢 趕快 去報警 去報警協詢 那報警協詢 協詢的時候 因為呢 他是一個老人家 老人家呢 那警方 他就跟警方講 我們的整天的情況啊 什麼呢 其實媽媽是很正常的 可是 這種三天半夜 走出去 那還真的是 真的是呢 第一次 而且 你可能用那個年輕人啊 他們可能是 翹家 去找朋友玩 來解釋 因為媽媽 年紀都那麼大了 哦 七十歲左右的人 怎麼還會去做這種事情 不會 那這個呢 很有可能他就出去 然後呢 就走私了 也許 哦 因為大概失智 也沒有這種急性失智吧 突然間呢 就從家裡面不見了 這是事實 好 檢方來看了一下 在家裡面呢 了解了一下 哎 也沒有帶出什麼 什麼手機幹嘛呢 而且呢 也沒有什麼 帶要出遠門的一些行李 都沒有 你看呢 就是穿著這個 好像 居家的鞋子呢 衣服呢 就走出去了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什麼 這個 從當家裡面所有的 媽媽的這些東西去判斷 媽媽並沒有帶走什麼東西 好 那這樣子 先確定一個方向 媽媽應該在 家裡附近 對不對 應該這樣吧 因為他也沒有開車騎車 也沒有幹嘛 而且山區啊 他要走走路 到要去搭車的地方 還是先搭公車 哦 嗯 又不是說你住在這個捷運旁邊 直接可以直接搭捷運 不是 所以呢 媽媽應該 還在這個 山區裡面 趕快 開始找 找了呢 天一亮了呢 又又通報了另外呢 像有些山親 還有救難協會的人 也來幫忙了 哦 就這樣找 後來啊 一天沒找到 兩天沒找到 第三天 第三天 終於呢 在住家 不遠的地方 在一個呢 茂密的一個竹林裡面啊 找到丈母娘了 找到他的屍體 丈母娘死了 哇 死了 那怎麼辦 只能報請法醫來相驗啊 警方檢警來相驗的時候呢 你看 丈母娘應該就是失蹤 自己呢 是什麼情況之下 為什麼要走到這個竹林裡面來呢 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在竹林裡面去過 我曾經啊 我曾經啊跟著那個朋友啊 他們在竹林裡面 他們有種竹子嘛 去找去去去採那個竹筍啊 我跟你講 竹林裡面是很容易啊 很容易迷路的 因為竹子啊 比人高 還有一種竹子喔 他又 他比人高 但是他不是那種像夢中族那種 那麼高的 可是他很密 非常的密 所以呢 你只要呢 在這個裡面啊 你走沒兩圈啊 我告訴你 你東南西北方向 你就 你就亂了 除非你是呢 這個當地的人 你對著竹林呢 非常的熟 非常熟悉 否則呢 尤其是晚上 你一下子呢 你就失去方向感 尤其那些竹林呢 看不到天空 所以他竹林裡面呢 一下 就 就迷路 然後呢 就你怎麼轉呢 就轉不出去 很怪 好 法醫呢 你看 這個呢 驗屍的時候啊 屍體 他在 看的時候 這個媽媽的 嘴巴 哇 一打開啊 哇 天啊 他嘴巴裡面啊 塞滿了呢 一些髒東西 什麼髒東西呢 不知道 掏出來看 一掏出來 哎呦 什麼蚯蚓啊 蟋蟀啦 什麼東西 昆蟲 掏出嘴巴裡面 竟然都含著這些東西 哇 這個呢 女兒在旁邊看啦 看了真的是 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啦 媽媽怎麼會這樣子呢 媽媽怎麼會死的 死的 感覺像這麼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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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淒慘啊 哦 那雖然好像不是被人家殺死的 可是呢 他怎麼會 哦 嘴巴塞滿了這麼多的東西呢 哦 啊然後這種死 這種死讓他覺得非常的捨不得 哦 那 是 媽媽又死了啊 那怎麼辦 這是法醫 警察一看 也沒有他殺的嫌疑啊 那屍體只能幹嘛 就發交 給家屬 哦 因為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 那家屬沒有意見嗎 家屬意見沒有 因為媽媽沒有仇人 哦 媽媽 要他 這個 也不像自殺 也 不是他殺 那 是什麼 意外死亡 只能用這種 來結案 哦 意外死亡 屍體呢 發交給家屬 家屬當然呢 悲痛欲恆 這個呢 就幫 幫媽媽辦了一些後事 辦完了後事呢 之後呢 不得了 換太太了 哦 這屬主就講啊 他們家一家本來和樂 可是自從 那一天之後 上母糧食啦 結果太太呢 辦完後事 開始生重病 這個重病啊 生重病 每一天 她都做噩夢 做什麼噩夢呢 太太呢 每一天呢 都夢見呢 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在夢裡面 幹嘛呢 她的媽媽呢 被一個呢 身形高大 白臉 一張大白臉 哦 上面呢 還插著一點那個腮紅啊 鮮硬的腮紅 我們有時候看那個以前 那種那種 哦 古裝劇還是什麼的 腮紅插得很紅的那個媒婆 有沒有 她說有點像那樣子的 然後一個 看起來呢 就像大概那種 五六十歲 的這樣一個中年的婦女 就一直呢 因為她很高大 就拉著媽媽走 媽媽的 相形之下 看起來就很瘦小 那一直拉著媽媽 啊 把媽媽給拉走了 媽媽一面呢 被她拉走 一面就 就來跟著 對著女兒說 救命啊 女兒救命啊 啊 女兒救命啊 這樣子 哦 然後女兒就驚醒 每天晚上驚醒 一邊夢到這個夢 然後就開始哭 女兒醒的時候都已經呢 已經滿臉是累了 哦 滿臉是已經哭了 不知道哭多久了 但是呢 都是哭的哭聲呢 都被把先生給吵醒了 先生睡在他旁邊啊 都覺得 哇 很 很捨不得很心酸啊 因為呢 這麼疼愛 這個母女的感情很好 他媽媽這樣死了呢 女兒呢 可能放不下吧 每天呢 晚上呢 就這樣子 做個夢 然後呢 夢到哭哭 把自己給哭醒了 哭醒之後呢 一想到剛剛 所做的夢 又開始哭 然後抱著先生說 哎呀 媽媽死了 我媽媽好像死了 不明不白啊 不冤不白 那個 媽媽不甘願啊 媽媽一直在夢裡面告訴我 她不甘願啊 她 她不想死啊 她要不要被拉走了 救命啊 哎呀 每天這樣子講啊 我想 這個先生呢 也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說太太 我是不是帶你去看個醫生 看個心理醫生 說不定呢 可以幫你 幫你解決一點問題 這個帶他去看醫生 看心理醫生 你看 醫生說 他有 中毒憂鬱症 他 可能是 這個是 屬於創傷後 症候群嗎 還是呢 這個 憂鬱症 心理醫生有心理醫生的 診斷啊 但是就開了一些呢 抗憂鬱的藥 給太太吃 說這個啊 回去啊 就按照怎麼樣的 這個吃法 就是讓他看他們控制下來 可是呢 回去吃了抗憂鬱 有沒有用 沒用 為什麼沒有用 還在做噩夢 這個夢呢 一直沒有辦法讓他 他 哪怕呢 是那個 給他吃那個什麼 安眠藥啊 安眠藥 他太太還是一樣的 怪了 還是做噩夢 所以呢 西醫沒用 去看中醫 去看了中醫 也沒用 噩 中醫沒用 那幹嘛呢 最後 去求神問譜 噩 去問 問神啦 問神到快了 噩 阿神呢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呢 一些人家長說 哎呀 你媽媽呢 就 噩 就是 被這個 這個 三神啊 可能被魔神啊 給抓走了 噩 那這樣子 那可是呢 能夠怎麼樣處理 可是 也沒辦法怎麼處理啊 噩 他已經被抓走了 噩 這樣子 噩 就死在 死在山裡面 噩 你要 要不要到現場去招魂啊 是到現場去招魂 是 是不是有用啊 噩 也去做了這樣的法事 做了這樣的法事 可是呢 還是呢 那個夢啊 一直呢 干擾著這個太太呢 一直 一直這樣子在 騷擾他 也不能說騷擾 他 每天看到他媽媽 他自己還覺得他有一點安慰 還看得到這樣子 可是呢 這樣子的呢 只有讓他病情呢 越來越加重 越來越加重 最後呢 真的 受不了了 先生跟太太講說 我們搬家吧 噩 搬家吧 因為呢 在這個地方 是 你的傷心地啊 那 再繼續住這裡 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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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你啊 都會 身體的狀況 可能都會 受不住 那可能 也許會 下一個 悲劇會發生 所以 醫生也建議說 你們如果這樣的話 也許搬家 可能是一個 好的方式 解決方式 噩 那他呢 所以因為這樣呢 才 跟著太太呢 就搬到呢 這個 南部去了 乾脆遠一點 離台北遠一點 搬到南部去 等於是專門為太太養病 其實這個先生 非常愛太太 非常 這個 希望他太太呢 能夠呢 有一個好的環境呢 可以呢 恢復正常 走出呢 喪母之痛 這個陰影啊 一直讓他呢 揮之不去 所以 先生呢 還把這個呢 工作 台北工作也都遲了 之後呢 帶著太太呢 就到南部去 去生活 一直到 被警方啊 喔 聯繫到說 欸 這個 好像 空屋裡面 出了一點事情 所以他才回來呢 跟大家見面 喔 他呢 屋主呢 把這一個經過呢 通通講完之後呢 哎呀 那 這個情況 應該 應該 清楚了吧 法師一想 他說 請問 你 丈母娘 是住哪一個房間 他們在 他們在這個空屋裡面 然後呢 屋主就跟 跟他講說 就最靠近客廳的 這一間 他就指了一下那個房間 喔 法師呢 就說好 我看一下 看完 他說啊 我的判斷 我判斷 這應該呢 聽起來像是 摩西娜 因為呢 你只有摩西娜 才會呢 讓你這個 會去捉弄人 摩西娜其實不太會 不是一定要把人給害死的 那一種呢 那一種呢 不好的 摩西娜他有時候就是呢 他調皮搗蛋 他就要捉弄你 捉弄你什麼呢 他有時候呢 他還會拿那個呢 像 他為什麼 嘴巴裡面都會是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蚊蟲 蟋蟀 蟲蟲什麼的 他說像蟲蟲啊 他們就好像 感覺上就是 他是為你吃雞腿 那個腿啊 蟲蟲的腿 就是 就是雞腿 讓你 迷惑 迷惑 這個人 讓人呢 就跟著他呢 就在那山裡面 這樣子 跑 他就捉弄人就對了 可是還不至於把他害死 所以今天呢 丈母娘發生這樣的一個死亡呢 應該跟丈母娘的身體不是很好 應該也有關係啦 所以他受不住這樣子的一個捉弄 所以就死了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時候呢 這個凶宅 現在應該算起來變成是一個 好像是凶宅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感受到 法師拿他的這個龜譜呢 一看 這個房子呢 已經好像看起來不只是 魔形那而已 應該還有比魔形那呢 更強大的 一種靈 在裡面 是什麼呢 請問我告訴你 好啦 久不見了 台灣的居然收藥邀 那 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凶宅 已經不只是魔形那 可能還有一個比魔形那 還要更強大的靈 好 這是法師 他這樣子 初步的研判 這研判的時候呢 那個屋主就說 唉唷 你不管什麼魔形那 還是什麼靈 還是妖魔鬼怪 赤妹亡娘 都沒關係 你能夠解決嗎 如果你能夠解決 你有辦法 我這房子啊 就交給你們處理 價錢好談 對他來講呢 這個屋主呢 已經 丈母娘死掉 太太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重度憂鬱 他正在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呢 在養病 所以這個房子呢 對他來講 給他是一個很 跟他這種盲刺在背 能夠處理掉 他價錢都好談 其實有時候人活著 到最後你會發現 錢啊 是 對啦 很多人講 這個錢雖然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萬萬不能 可是呢 很多時候呢 錢有時候是 對他的 跟他的困境來講 如果呢 賠一點錢 哪怕賠錢賣 能夠解決他眼前的困境 其實呢 都是好的 所以呢 屋主這樣講 那法師也不敢 馬上就承擔下來 那雖然達人在旁邊說 欸 好啊好啊好啊 這個價錢好談 對不對 因為達人是做生意的嘛 那法師呢 畢竟比較有那種 神怪啦 正義的那種 那種觀念 他說好 那這樣子 晚上 我們再來看看 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能夠清楚的知道 你這個房子呢 我能不能處理 他有時候他講人家的凶宅 他都講人家的房子啦 他不會講凶宅的 他不會講凶宅的 比較禮貌啦 不然你 你自己的房子 人家都會講說 你們家那個凶宅 人家聽起來也不舒服啊 好 那這樣子 屋主呢 萬分感謝 希望你們晚上 能夠有一個結果 這樣 如果處理好 我們就賣給你了 那天晚上 法師呢 他就帶了呢 他常用的這些法器 龜譜啦 什麼東西 什麼劍啊 什麼東西帶著 另外還帶了一些什麼 還帶了一串呢 鞭炮 很長串的鞭炮 還有呢 一捆呢 紅色的繩子 還有幾根呢 白蠟燭 聽說白蠟燭啊 比較能夠感受到鷹氣啦 這個是大家也都有概念 鬼故事喔 或者是 其實我 我把它都叫做鬼故事 其實它是真的故事 但是呢 有時候鬼故事是假的故事呢 然後我講的鬼故事呢 你聽多了 裡面有很多的道具法器啊 其實你都會有 慢慢有概念 你就記得 白蠟燭呢 它是能夠感受到鷹氣的 比較鷹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 那個 這個 遺像啊 人家在點的都點白蠟燭 兩根白蠟燭 有沒有 看起來就讓它覺得 唉呦 陰深深 其實它是不要能夠感受到鷹氣 它在晚上要遭陰的時候呢 你還要點白蠟燭 好 那快午夜的時候呢 午夜的時候 喔 這個達人跟法師到了那邊 馬上呢 就覺得陰深深的 欸 怎麼 原來戲子晚上這麼冷喔 喔 達人現在其實喔 案子 案子 接案啊 Case做多了咧 他膽子慢慢大了 可是呢 還是呢 全身起的雞皮疙瘩 他說啊 一進去啊 就雞皮疙瘩起來 你就覺得說 好像前後左右 天花板 好像很多的 的 東西在看你 可是它什麼東西 你講不出來 他覺得很多雙眼睛在看你 一群喔 那種感覺 唉呦 他雞皮疙瘩起來 那哪怕燈都點亮了喔 燈點亮了 你還感覺上 這個 因為有一些房子 它是用日光燈 日光燈的白光喔 有時候白光還會閃 對不對 你看 久了之後呢 會覺得 在閃 他說 不曉得是它在閃 光在閃 還是有影子在動 唉呦 你知道嗎 光在閃跟影子在動 其實是 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可是他說 有點分不清楚 這樣子 那所以呢 他就 唉呦 反正跟在法師後面嘛 法師你走前面 哈哈 那法師走前面呢 他就拿著龜譜 那個 龜殼 再往這個房子裡面 再走了一圈 走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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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看完之後呢 他就選了一個地點 房間裡面一個位置 他呢 就在那個地方 停了下來 然後呢 龜譜放下來 把那個紅色繩子 他就呢 繞了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呢 有多大呢 大概呢 直徑大概 一公尺半 就是人呢 坐在裡面的時候 還覺得還OK 這樣 就兩個人坐在裡面 圍坐的話呢 是可以繞得住的 我找了一個圈圈 那完圈圈之後呢 在紅繩子呢 打了一個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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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把法師就在那個紅圈圈裡面呢 就坐了下來 坐了一下 然後呢 看一看 不錯 他呢 就把紅繩子的另外一端呢 就交給了達人 他跟他說啊 你呢 坐在圈圈外面 我坐在裡面 我現在坐在這個活結上面 我待會呢 不管 發生什麼事情 我如果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 你聽到嗎 那當然說 是啊 你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你就不要管喔 哪怕 我叫你拉繩子就拉 我叫你呢 炸我鞭炮你就炸 蛤? 炸你鞭炮 是 這什麼意思 有沒有看過邯丹爺 台東的邯丹爺 有沒有 台東邯丹爺 雲宵節的時候有沒有 淹水 或是淹水的風炮 那拿那個鞭炮 會炸那個 炸那個 神嗎 那個 那個 寒丹爺嗎 台東是炸 炸寒丹爺嗎 就是這樣子炸 鞭炮拿起來 就往我身上 丟 我叫你丟哪邊 你就丟哪邊 不可以遲疑 一點點遲疑都不行 因為這是分秒必正的事情 這樣聽懂沒有 達人說 喔 是 你要做什麼把戲 我實在是 實在是不知道 但是呢 法師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待會會發生什麼 我也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用想的 用他的那種 對於這些鬼神的這個了解 邏輯 他先來跟他講 好 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就對了啦 反正呢 我需要幫什麼 不然你在這邊幹嘛呢 是不是 好 那達人說 OK 好 那鞭炮拿給你 繩子拿給你 然後呢 把那個點 點那個什麼 打火器先拿好 好 不要到時候呢 打火器就找不到 叫你點鞭炮的時候呢 你還 你還呢 一點傻乎乎的 遲疑的 這樣就不對了 好 達人在旁邊 他看到 法師給他檢查一下 裝備什麼都齊全了 好 法師呢 自己呢 就點了一個白蠟燭 白蠟燭呢 就放在他的前面 他不是坐在那個紅 紅繩子裡面嗎 然後呢 白蠟燭點 放在他的前面 等於是在呢 在這個紅繩子的正中間啊 尾的圓心的正中間啊 放上了白蠟燭 然後呢 點亮白蠟燭 燈關掉 好 這達人燈關掉 整個房間捧 嘿媽媽 就呢 他坐的那個位置呢 大概就在客廳裡面 他呢 這個白蠟燭 點在那裡 好 那白蠟燭呢 那個光啊 就映照法師的臉 那整個門窗都是關起來的喔 整個門窗外面 都是關起來的 所以呢 白蠟燭呢 這個燒得很穩定 就是 你看嘛 就沒有風的 沒有風吹的燭火 跟有風吹的時候呢 燭火會這樣飄蕩對不對 但是沒有風吹的時候呢 他是燒得非常穩定的 好 法師呢 眼睛就閉起來了 嘴巴呢 唸唸有詞 那達人不曉得 該怎麼辦 就站在旁邊等嘛 等著 等著法師發號施令嘛 可是 才做沒多久 法師呢 唸的這些嘴巴唸的咒語 唸的沒多久 欸 那個火苗啊 火蛇啊 開始呢 動起來了 這個動起來呢 就像有風吹過一樣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法師跟距離那個蠟燭呢 是有距離的 他不是 不是法師催他的 而是他的火苗自己動起來 那更不要想達人 達人距離更遠 那達人就看到那個火 白蠟燭的火呢 火神呢 開始動 他自己都緊張起來了 因爲什麼 因爲 他知道有東西來了 結果呢 在這時候呢 熄滅了 哇 整個 整個呢 那個 房間裡面呢 通通呢 一片漆黑 今天晚上呢 外面呢 也沒什麼月亮 所以一片漆黑 趕快 這個時候呢 打了 叫了一下 哎呦 怎麼滅了 這樣子 法師沒講話 這個時候呢 法師呢 慢慢呢 再拿出一根蠟燭來 再點 再放著 一開始也是很穩定 可是呢 這一次呢 比上一次更快 沒有多久呢 就 就不見了 就 整個熄滅了 又一片黑暗 法師就說 來者何方神聖 好 這個時候呢 可以感到呢 啊 有風啊 法 這達人講的 達人感覺上呢 有風在房子裡面繞 呼 呼 這樣子 他又覺得呢 奇怪 不是沒有開窗戶嗎 門窗都是關著的啊 怎麼呼 這樣子 哇 這時候呢 法師又拿出一根蠟燭來 開始呢 又點燃 點燃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那個 那個誰啊 法師把那個手呢 用手呢 稍微遮著 遮著那個 那個煮火啊 所以呢 還稍微看 看到一點 可是呢 很快呢 又熄滅了 這個時候呢 法師呢 前後啊 開始呢 身體呢 劇烈的在 在搖晃 好像在動機 動機要開動的時候 他身體呢 一直前後搖晃 跳動的時候 齁 開始 開始搖晃 那法師呢 他嘴巴裡面念的咒語呢 也越唸越大聲 開始念 齁 這個時候呢 黑暗 黑暗中 達人就聽到呢 法師說 趕快 趕快拉繩子 齁 趕快拉繩子 這樣子 齁 這個達人一聽到呢 不管三七二十一 趕快把那繩子 整個就拉緊 這樣子 那繩子不是很 有點長度嗎 他這樣拉的時候呢 他是要把 這個 半 等於直徑呢 一公尺半的這個繩子 他整個要把他拉緊 結果呢 他拉的就慢嘛 結果呢 法師趕快講說 往後退 趕快拉緊 快 這樣子 快點快點快點 達人趕快拉繩子 趕快 趕快往後面跑 這樣子 跑的時候呢 就 感覺上 就拉緊了 拉緊的時候呢 這個達人啊 感覺上這個繩子啊 在震動 好像你呢 好像釣魚有沒有 你有沒有釣過魚的人 你就知道 釣魚魚上溝 在咬耳的時候呢 那個你的 你從魚竿上面 可以感覺到 那魚線啊 在抖動 這樣子 嘿 趕快拉緊拉緊 不要放 進廣告 進廣告 好了 這把線條就這樣說了唷 這個時候呢 剛剛講進廣告 欸 法師當然不會講進廣告 進廣告是我講的 法師說 拉緊拉緊拉緊 達人呢 真的就把他拉緊拉緊了之後呢 他一直感覺上那個繩子啊 抖動的很厲害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法師又說 趕快點鞭炸我 快點快點 這樣子 然後呢 果不其然啊 達人心裡就想說 之前就已經 法師交代了 你不要遲疑 所以這個時候呢 達人一點都不敢遲疑 因為他聽得出來 法師的那個 語氣裡面啊 是非常的 急迫的 你這個時候呢 要趕快 趕快呢 哇 這個還好那個 打火機呢 早就拿在手上了 鞭炮拿起來 一點 趕快這一船 鞭炮呢 會往那個呢 法師的身上呢 就丟過去了 打過 你知道5夜 結果 internships 怎麼樣 《科師英未得很運氣》 怎麼扯曉 你知道5夜齁 5夜在人家家裡面 啊,結果咧,哇!炸! 哇!炸的,就像,真的像炸邯丹也一樣 他說,炸了多久,那一長串鞭炮 各位啊,你想一想 你如果在家裡面啊,你有看過那個在 在銀繩啊,幹嘛的 那個鞭炮是很長的 哇!結果咧,這樣炸 炸的呢,整個房子因為是空的 所以咧,炸的那個達人都說啊 那耳朵啊,真的你真的嗡嗡嗡作響 這樣子,這個回應很大嘛 齁,炸完了 炸完的時候呢 達人咧,其實在那邊的鞭炮聲咧,還沒有 還沒有醒過來 可是喔,他可能隱隱隱隱 已經聽到那個隔壁鄰居啊 在那邊咒罵的聲音了 然後呢,可能我在想,一定有人報警啊 但是,我們先不管那邊 鄰居的事情,我們先不管 房子裡面的事情咧,都還沒搞定咧 這個時候咧,他聽到天花板啊 一陣咧 就這樣咧,我不曉得你有沒有住過 住過那個房子 那個天花板上面有老鼠的 因為呢,這個時候要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部隊啊,在天花板上面就很多老鼠 在我們寢室上面 所以晚上的時候你就聽到老鼠啊 從東跑到西,從西跑到東的那個聲音 這樣子 這個時候咧,他聽到的應該就是這樣的聲音 天花板上面咧,傳來一陣這種咧 老鼠在 一群整群老鼠在跑的 跑的這個聲音 這樣子 哇,法師說趕快開燈 過來,趕快 趕快開燈 開完燈,趕快幫我解開我的繩子 那達人咧,這燈一開啊 哇,他差點咧,沒笑出來 為什麼咧,因為 因為,法師啊 整個身上啊,被紅繩子捆住嘛 對不對 紅繩子捆住咧 頭上呢,身上呢 一堆的那個鞭炮穴啊 而且臉上還有一塊塊那個黑色那個火藥的痕跡 有沒有 哈哈 這個達人咧,他覺得又好笑咧 可是呢,又很感動 可是呢,法師跟他說 噓 今天時間不夠 先到這裡 下個禮拜,繼續 謝謝